哈喽大家好,好久不见 一起来倒豆子 先是布鲁脱 奥里夫 一起来做咖啡吧 干杯 这一杯奥里夫的奥白 奥里夫我们的浅烘焙的衣食品配豆 对,然后其实我有一些乳汤不耐 就大多数亚洲人 感觉都会有这个症状了 然后一般我喝奶咖 会选择奥白或者dirty 因为它的牛奶的量会少一些 对,因为每天早上去测机 的话黑咖啡奶咖 都要去尝试一下会比较好 奥里夫这只豆子真的是 人见人爱 很多在店里喝深烘焙咖啡的朋友 经过慢慢的尝试 现在都开始喝前烘焙的奥里夫了 奥里夫如果 炊的时间稍微短一点 它的更清新,水果调性更明显 如果时间稍微拉长一点点 尤其这杯的话 它的酒香就会展现出来 像这只酒有点像酒芯白巧克力的感觉 可以试一下 其实因为最近很久都没有更新了 对了,稍微有点不好意思 对不起我的一千多个 关注者 特别尴尬 对,其实因为从去年 十一月到现在 二月份刚好年过完 发生了很多的事情 大家估计都经历过了一遍 十一月 不能营业 然后不能堂食到十二月 开放 然后大家都经历了一遍新冠 到康复 到过年 对 挺忙碌的一个过程 挺繁忙的一个过程 对,然后现在感觉 终于开始步入正轨 然后我们也开始 在尝试研发 吞下新的咖啡饮品了 值得期待 最近已经有 好几个好的idea了 对,然后就马上出炉 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 对,谢谢 谢谢 一起来拆个箱 一起来拆个箱 煲得好点瘦 是一个冷泡茶 我们之后准备尝试使用在 创意咖啡饮品里面 看看能不能用得到吧 还没有尝试 是一个设想 这里面是 红石榴 然后结果木花 然后柠檬 薄荷的感觉 准备泡一下 试一下 很简单 茶包扔进去 开始煮 一用水 大概500毫升 就可以了 然后直接让它静置 大概5分钟 摇一摇什么的 做法非常简单 等会儿期待一下 陈谷 应该会变色 想要快的话 也可以搅拌它一下 对 可以可以 来 行吗 哇塞 这个流血 石榴飘出来了 这个是石榴 哈哈 就那个漏沙似的 泡好了 五分钟到 试一下什么味道 颜色比较浅啊 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红 但是香气还是很不错的 味道如何 好喝 好喝 我也来试试 试 清甜 清香的那种感觉 好喝 经过了两个小时 终于红了 橘红色 购入了两个新杯子 准备用于创意咖啡饮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估计用不到了 飞量有点小 但都很好看 这个都是鸡尾酒的杯子 大家如果需要的话 可以搜一搜鸡尾酒的杯子 可能会有启发污 这个估计会使用了 好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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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刀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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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